尊敬的贵宾 各位先生 女士 女士们 下午好 非常感谢 也非常高兴看到你们今天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特别演讲 我们是MOKA新加坡当代美术馆 举办了一项非常大的展览活动 邀请到了台湾艺术家 也是中国当代水墨之父刘国松教授 他的绘画作品带到我们新加坡 然后还会展览巡展 至印尼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这样一个盛大的亚洲巡回展 第一站是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 那么第二站就来到了我们新加坡 所以说我们新加坡的艺术爱好者 新加坡的所有对艺术关爱的这些民众 对这项展览是很荣幸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展览 昨天晚上开幕 今天就再次邀请刘教授 为我们做一次非常特别的演讲 那么除了刘教授以外 我们还邀请到另外两位贵宾 一位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教授 李军毅先生 另外也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 李振明教授 两位教授会分别为我们介绍刘老师 他的艺术和他的整个一生 如何为艺术而奋斗 如何为艺术闯出了自己的天下 走出了自己的路 那么我们就准备 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演讲 先请李军毅教授 为我们介绍刘国松教授 各位午安 今天很高兴来到新加坡艺术学院 来参加这一次的刘国松老师的演讲活动 特别荣幸可以在这里 先为刘国松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刘国松老师呢 原籍山东青州 1932年生于安徽邦复 经过多年战乱的颠沛流离 他在1949年一个人来到台湾 后来在师范大学完成了艺术学习 50年代初 刘国松就义无反顾地 挑战当时主展一谈的保守势力 成为了台湾现代美术运动的领导人物 他和五月画会的同道 为了发扬中国绘画的传统 不遗余力引入西方的艺术观念和技巧 刘国松早期的绘画创作和艺术论述 都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 诸如对当下的执着 个人主义的浪漫情怀 历史进化论的信念 崭新科技的追求 以及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 但不同于五四运动的先驱们 他对盲目求心或是全盘西化的作为 秉持着严肃批判的态度 刘国松坚信 若舍弃传统而复利于西方 实有为艺术创作的本质 因此呢 他不但对保守阵营展开攻击 更经常把批评的矛头 指向那些跟随欧美现代艺术风潮 其舞者 痛哲他们的模仿行为 以及崇洋心态 刘国松通过绘画技巧的实验 与抽象形式的探索 致力创造一种 既中国又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 他强调传统的直笔墨 以求确立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其超过六十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 刘国松一直秉持着改革与复兴水墨化传统的 这个理念 他六十年代发展的大笔触 写一风格 就是利用抽象性的书法元素 使画作兼具中国与现代的特质 至于他描绘宇宙星体的 所谓太空化系列创作 这逾越了俗世中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赋予其独创性的视觉语言 普遍性的价值 刘国松后期的作品 利用富有天去的水拓法 及字墨法 进一步融合传统有关自然的哲学 与美学观念 以及现代的环保意识 刘国松论证他的艺术创作 特别针对中国水墨化文化定位的问题 标榜传统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数百年来的中国 虽然被封建保守的思想所腐蚀 然而通过重新发扬民族的精粹 其格固顶心的传统 将可挑战强势的西方文明 刘国松所抱持的基本观点 就是世界上的美术史进程 存在着西方跟东方 这两条并行的发展轨迹 他进一步尝试 指出无论西方或东方美术史的发展 根据各自的思想观念与艺术媒介 都是从写实经过变形写意 而走向抽象意境的自由表现 刘国松深信这两条发展方向 将趋于一个大一统的世界文化 而中国艺术家可以对此做出重大的贡献 刘国松创建中国绘画新传统的乐观信念 显然是带有浓厚的民族思想及爱国精神 这驱使他倡导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绘画创作 并且将之命名为现代水墨画 自八十年代开始 刘国松通过在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成功展览 积极推动现代水墨画的发展 随着跟中国的交流联系 不断增加他的作品在形式技巧 以及文化内涵上 更彰显出传统价值的重要性 刘国松使用赋予表现性的艺术语言 穷行镜像地描绘中国各地的山水面貌 像其西藏 九寨沟及张家界等系列作品 再再流露出他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与美术教育家 刘国松已经享有崇高的名声和深远的影响 他激发起新一代中国艺术家创造意识的觉醒 特别是孕育了水墨画如百花齐放的实验及创新 近十年来 刘国松已经先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美术馆 国立台湾美术馆 以及台湾历史博物馆 举行盛大的回顾展及国际研讨会 现在又正在进行亚洲三国的巡回展 可以看到美术界和学术界对其六十多年创作生涯的肯定 同声相应 颂扬他傲视中国与亚洲 横跨东方与西方 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成就 目睹中国及亚洲的政治与经济 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增加 刘国松更坚信 水墨艺术必可建构一个辉煌灿烂的新传统 已经是藏朝之年的刘国松 他坚守传统而勇于革新的艺术追求 将继续在二十一世纪 为水墨艺术除旧步兴带来新的动力泉源 那接下来我们有难得的机会 可以听到刘国松老师的演讲 一定能够从他的演讲 得到一些注意跟启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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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a pleasure to be here at the School of the Arts of Singapore and it's also a great honour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y teacher, Master Liu Guosong, whom I've been studying with for more than 30 years. Liu Guosong, a native of Shandong, was born in Pangbu, Anhui Province in 1932. After years of deprivation in wartime China, he moved all alone to Taiwan in 1949. Liu Guosong completed his art training at the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became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modern art movement that strived to overthrow the prevailing conservatism in the art world of Taiwan. He and his Fifth Moon group comrades were enthusiastic in introducing new artistic ideas and techniques from the West to enrich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Liu Guosong's paintings and writings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his artistic career bare the imprint of the familiar notions of Western modernism such as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present, the romantic affirmation of the self, the positivist belief in the forward movement of history, the confidence in the beneficial possibilities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 def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broad humanism. But unlike many of his modernist predecessors from the May 4th movement, Liu Guosong took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an indiscriminate search for newness from the West. His assertion was that the Chinese artists who embraced the novelties of Western art without reflecting on their own tradition violated the principles of artistic creativity. Therefore, Liu Guosong not only sustained an antagon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servative camp, but he especially directed his criticism at the time service of modern art, denouncing their modernity as secondhand imitations of Western art trends and ideas. Liu Guosong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reation of an art form that is both Chinese and modern, engaging in a dialogue with tradition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on technical means of media and exploration of abstraction. He glorified the use of ink, brush, and shun paper in his search for a Chinese identity. Liu Guosong's initiative and drive to contribute to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validation of ink painting tradition has dominated over 60 years of his artistic creativity. In his semi-abstract landscapes of the 1960s, he demonstrates how the calligraphic qualities of abstraction make his works both Chinese and modern. His artistic approach of viewing the planets from outer space from his so-called space series also allows him to transcend the earthly boundaries of East and West while infusing his original and personal style of ink painting with a new universal appeal. Later works by Liu Guosong that utilize the intriguing water rubbing and steep ink techniques further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al possibilities of ink painting media through which he incorporates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concepts of naturalness with modern day environmental concerns. Liu Guosong sought to justify his painting practice by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in defi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For him,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hough afflicted with a spiritual disease for hundreds of years, could be recreated while preserving the national essence to challenge the dominant Western civilization. His basic viewpoint was that there are two painting lineages in the world,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and from this he developed the arguments about their overall directions of evolution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Liu Guosong elucidated that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paintings had emerged from representational realism towards deformation, towards deformation or xie yi, and ultimately towards free expression of abstraction according to their disparate ideologies and media. These two painting lineages, he believed, would merge together in a new world culture in which Chinese artists could play a significant, if not leading, role. Liu Guosong's optimistic vision of a new preponderant tradi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which is evidently filled with patriotic passion, and galvanized his advocacy of the practice of modern ink painting, a term he coined to denote an amalgam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ince the 1980s, he has been an active proponent of modern ink painting in mainland China through his successful and far-reaching exhibition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ccompanying an increasing obsession a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Liu Guosong's technical reference and cultural commitment to the ink painting tradition became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his recent works. In his rendering of specific geographic landscapes of his beloved country, such as those in his Tibet, Jiu Zai Gou, and Zhang Jiajie series, he inserts of years representational elements into his expressive and abstract artistic language. As an artist and an art educator, Liu Guosong enjoys widespread fame and influence in China. He has inspired young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rtists to explore new creative directions, and in particular, he has fostered the emergence of exciting experi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ink painting. His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s at the Beijing Palace Museum,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d Taiwan Museum of History in the past decade, as well as his current Turing exhibition in Asia, demonstrates the honor and esteem he has received in art and academic circles. For his over 60 years of artistic career, which has spanned from China to Asia, an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cknowledgi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 as rising powers on the world stage, Liu Guosong affirms his belief that a new tradition of ink art will prevail. Now in his 80s, his artistic endeavors and creative pursuits remain important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the continual process of renewal and invigoration of ink art in the 21st century. Now I'll give the microphone to Master Liu Guosong and please enjoy his talk. Thank you. 非常感谢李君毅教授的最先的演讲是先给我们介绍刘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国松教授为我们进行 在自己的创作生涯当中他所的经历和走的方向 我们欢迎刘老师 我们欢迎刘教授为我们进行演讲 刘老师您就坐在那儿 给大家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要感谢主持人 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怕我站到那里太久 所以说要我可以坐在这里的讲话 所以说谢谢 我是从1959年 1949年 从大陆到了台湾 所以今天 我的这个报告 我是用图片来说明 我想一边放图片 以免我来讲一说明 所以说 这个因为我来自台湾 我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受教育 所以因此我就以台湾的这个发展现象 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所以这是在台湾当时的西化代表作品 这是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所以日本人就反对这个全省媒展里面展出中国画 所以他就鼓吹他们日本画 所以这是当时的台湾人画的日本画 但是呢 他还有这个民族精神 而且还画的是中国人 而不画的是日本人 所以这是也是受日本画影响的 这所谓的日本画 是用日本的胶材画的 所以台湾的画 这个日本画的人呢 他们都不承认他们画的是日本画 他们后来就叫胶材画 所以这是另外的这个受到西方的现在 在野兽派的绘画画的影响 而比较画得新一点 所以在西化方面之外 我们再看一看就是中国画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是这个 这是我的老师普心渝的作品 这是黄军碧的作品 这是黄军碧的作品 这是 所以这是同时到达台湾这个胜利之后 到台湾的这些大陆的画家的作品 这些都是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 这个所有的整个的台湾的画坛 都是非常的保守 所以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 年轻画家就对于台湾 那个保守的气氛是不太容易接受 而且有一点反感 所以就开始从事于绘画的创新 所以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走中西河鼻 这个是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还是 这个1969年 到19 1959年到1961年这个阶段的作品 这个是 这张画是用油画来走中西河鼻 所以上面这个黑里不是墨 是油彩 然后呢 把它上去之后呢 用那个松解油来冲洗它 让它有一种东方水墨化的趣味 这个也是油画的 这个有些水墨的 晕染的趣味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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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来到了1960年 就是在走中西河鼻的时候 就是用油画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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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当时这都是用油画来 颜色 用油画来 然后用这个松解油 冲的一个 所以我呢 就是 看了这个 这个 台北故宫公园的一些 收藏的这个作品 这是 这是这个 沈舟的一幅画 我觉得它这个构图 气势很好 我就在想 怎么样呢 我把它 用我的方法 用我的技法 能不能把 这种 气氛把它 把它表现出来 这是我的 实验的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就是 所以说现在 这一张画 这个 在 这个 在一人多高的大画 现在是收藏在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 所以在当时 我已经 画到 这种样的 大画 所以 但是呢 后来因为我 这个 发现 中国绘画 这个在 过去是有非常 好的传统 而且我觉得 我们走 中西河比 不一定非要用油画 来走 我就觉得 还是回到我们的 东方 水墨画的传统 来 走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就 这个 这个 读了一些 中西的美术史 就发现一点 中国的 过去的 美术传统 是非常 优美 而且呢 是领先西方的 所以我 今天 我这个 这两张作品 这张是 宋超画家 梁凯 画的 破墨仙人 这个是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 所以这边 我们知道 这是这个 德国表现派的 画家 这个 的作品 所以说 这两张作品 比较一下 这个 在这个 梁凯利 破墨仙人 创作的时候 是在 13世纪初 而西方美术史的 发展 在13世纪初的时候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还没开始 所以说 一直要到了 德国的表现派 的时候 他的这个 在绘画的思想上 在绘画的计法上 在绘画的形式上 才能勉强 跟梁凯相提并论 所以在这样的 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20世纪之间 这个东方的绘画 也就是中国的绘画 是领先西方 达700年之久 所以说 在我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非常的感动 我说我们 东方的绘画 在这个文人画 这个外行人 领到内行的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每况愈下 所以说 这个 但是我们为什么 不把我们 这个唐宋 或者宋元那个时候的 那个创作精神 把它 拿回来 不要再像文人画家 一再地模仿古人 抄袭古人 抄袭古人 所以这就是 这个 在我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所以我就开始 从1961年到1963年 我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来从事新的计划的创造 因为我们 都看多了中国美术史之后 就发现 在我们的早期的人物画的时候 有所谓的十八苗 等到山水画 从人物画的背景里面 脱胎而出 变成一个独立的画种的时候 在早期的这个 山水画 还是用人物画的那个 十八苗的那个描法 来画这个石头轮廓 然后画这个山里轮廓 然后画完了轮廓里面 涂点蓝的颜色 绿的颜色 这就是早期的青绿山水 但是后来因为 山水画家 就发现用人物画的那个 轮廓来画这个石头 完全没有办法 表现石头的激励 所以这个山水画家 就开始 试验的创造这个激励 所以说说 因此呢 他们这个创造激励 这个方法呢 就叫村法 所以说 后来一直到了元朝 这个王蒙 这个王蒙就发明了牛毛村 这个尼湛就发明了折代村 黄公旺就发明了这个帆头村 但是呢 这个其他的画家 一直从元朝以后的画家 就没有发明任何的村法 所以说也就在 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画家 就所谓的发明了所谓的三十六村 而且呢 是每一个画家 因为对于三十的感受不同 他创造了不同的村法 但是从元朝以后 就没有再有村法 所以因此 在我在那里就在想 这个中国文人画 进入了画坛之后 文人都是读书人 都是做官的 所以他们每一天的这个时间 在写奏章 批公文 写论文 写诗 写书法 之后 晚上有那么一点时间 拿来写书法的笔来画画 所以说他们因为不是画家 他们不会画 他们怎么办 就去临摹古人 临摹这个不同的古人的画 去模仿他们 所以因此 从文人画进入画坛之后 说这个过去提款 是写某某人画 或者某某人绘 结果到最后 他们都是写某某人林 或者某某人仿 某某某人的作品 所以结果这个林跟坊 到最后 日子久了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所以一直这个传统 从元朝经过了明朝 经过了这个满清 清朝之后 一直到了这个民国 所以因此在这个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 黄冰宏 黄冰宏 他就写过一段画 他就把中国绘画的这个没落 他写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 他说唐画入蛆 他说唐朝的画 就像那个做酒的那个蛆糟 还没有做成酒 他说唐画入蛆 唐画入蛆 他唐画已经做成酒了 他说圆画入蛆 蛆就是老蛆 就是现在所谓的XO 所以他这个 就是说他把元朝的绘画 把它提得非常高 他说圆以下 入蛆之加水 时代越近 水越多 当今 就讲他那个时代 民国初年 他说 只有水而没有酒 故淡而无味 所以你看看他这个讲的 最后就把中国绘画 讲到清朝的时候 已经变成 只有水而没有酒了 所以他这个艺术的本质 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都变成了一个模仿的 这个仿制品 所以说说说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发现 要想把中国绘画复兴 就必须从这个计法做手 因为计法跟形式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说用新的计法 它必然是产生新的形式 所以就不会是这个文人化那一套 因为你用旧的计法出来的一定是旧的形式 所以因此我就在开始在这个计法上做了一些实验 所以说这边这个 左边的这一张 我那个时候还想把中国传统的花卉 把它用抽象的概念来做 所以说后来我就又用这个指托的计法 用指托 托出这个线条来 因为中国的绘画最主要的就是点刻线 所以说过去的点刻线都是用笔画出来的 所以因此我就觉得那个笔已经上万的画家画了上千年了 它可能发展的这个余地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就想怎么样的把这个线条用别的方法来做出来 别的这个点线用其他的方法来做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试验的时候我用纸来托的 所以我就后来就把这一类的绘画叫做托墨画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有泼墨画 我们有泼墨画 所以我就又杜撰了一个名词 就叫做托墨画 是用这个纸托上去的 所以托出来的这个线条是笔绝对画不出来 而且这些线条都非常的自然 你知道吧 这也就是中国画家 大家追求自然的一种表现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这个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巴黎举办过一次国际博览会 当时满清是焦头烂饿没有去参加 所以就日本人 走走走走走 所以这个日本人呢 他就把他们日本的服饰会 跟这个版画就拿去参加 结果就受到当时非常非常写实的 这个印象派的画家 非常的赏识 因为这个 这个你比如说这是马内里张画 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当时 都大家抢的买日本的版画 日本的服饰会 他们就发现在西方用三度空间表现的这个艺术 不如用二度表现的艺术 更接近艺术的本质 所以因此这个印象派画家就受了日本画的影响 也就是东方绘画的影响 也就是日本过去也是受中国绘画的影响 所以也就是受东方画系的绘画的影响 开始就说有所转变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过去这个西洋的画 他们那个鼻鼠都是一笔一笔塌上去 在画面上不走动的 而且呢 这个他们印象派叫外光派 外光派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黑颜色和有白颜色 他说世界上的所有的黑颜色都会受这个旁边的光线的影响 而它不是真正的黑 说白颜色也是一样 但是呢 这个帆古就开始用黑颜色 而且呢 用东方的黑颜色来画这个 这个 这个人物衣服的这个轮廓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过去他们没有线的 他们都是用面和面组合没有线 但是他现在开始把东方的线 黑的线 拉入到他们的这个西洋画里面去 所以你看 他这个背景里面全是日本的绘画 所以你想想 他们当时对于东方的绘画有多么的爱好 多么的欣赏 所以你看 就从那个 那个 帆古 帆古 的 这个 开始 就有了 这种 这种 糟糕 sorry 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线条不但是黑 而且还粗了 还长了 所以这 这是 所以你看 这个画已经开始平面化了 完全没有立体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画马力 画人力 这种技法 全是中国画人物的方法 都是先画出一个轮廓来 或者这个图颜色 或者先画一点颜色 然后图轮廓 所以这些线条 在西方过去根本没有 是受了东方绘画的影响之后 才会有这些 这些线条出现 所以你看 就从那个 线条 完了之后 就 从东方的 中国的 文人画的 协议画 起吸收影响 起吸收影响 所以他们的画 慢慢慢慢的 就不写实了 而且都平面了 而且慢慢慢慢的 就抽象了 所以说 一看 这个是欧洲的 到最后的 这个抽象画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现在看一看美国的抽象表现派 它是怎么来的 所以说完全受了中国的书法影响 所以你们看到下面的几张图片 左边都是中国的书法 右边都是美国抽象表现派大师的作品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作品是从中国的刑草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一位画家 他把中国的这个背铁的塌片 把它转移过去 而且他自己把这标题还叫做白苗 因为这个白苗根本是中国的名词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左边是中国的字 右边是抽象表现派大师的作品 所以你们看 左边中国的字 右边是这个抽象表现派的大师的作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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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左边 这个 是我把七白石那个图章把它局部放大 然后你看看这些 跟这个中间的关系 所以你们看看 这简直就是把中国字完全 原封不动地搬到画上来 这个画家叫做Motherwell 这是在纽约画派这个抽象表现派的 也是大师之一 所以你看 这根本是个中国的州子 对吧 所以你看 这是 儿童的儿子 剪鼻子 所以 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子 所以你看一看 这都是西方人受东方影响而产生的作品 但是他们受了东方影响之后 他们就变成世界最伟大的画家 所以说说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做一些反省 那说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个时刻的二组条心图 那也有称之十雀 因为它那个是一个树心旁一个个子 他的作品 是要比 要是比这个西方的抽象画 要早上 这个差不多一千年 所以你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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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又找不到 你看 它自己 它自己会跳 我晓得 我是很轻的 所以说说你看 在 在这个十世纪那个时候 中国画就能够画出这样 这个写意的画 这样抽象的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一则完全是这个 这个狂潮的笔法 完全不写实 如果这样跟这个 这个 跟西方的抽象画比起来 我说要早一千年 所以说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就在觉得像这样的 这个狂潮的笔法 为什么文人画家没有把它发扬光大 为什么文人画家要主张 书法如画 要书法即画法 结果到最后他就不用 因为书法都是用中锋 所以说到最后的文人画 就说你不用中锋就画不出好画来 说过去的有十八秒 有三十六寸 到最后文人画就变成一寸 就是只有中锋了 所以因此 说像这种一样的狂潮 为什么在中国画里面 没有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我就开始 我就说 我来用一用 用一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狂潮的笔法 来从事一种新的抽象绘画的 那个 创作 所以这就是我1963年的作品 所以说我想很多 很多人大概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生 比你们的年龄都可能多大 所以说这就是我在 这个受了抽象表现派的影响之后 到后来又受到这个 这个石阙的这个二组条形图之后 而创造出来的作品 也就是在1963年开始 我就真正的在水墨画里上面 创造出来个人的风格 所以这下面呢 这都是六十年代的作品 所以在这里我还可以给你们讲一个笑话 这个 这个是我贴上去的 拿纸贴上去的 因为我当时贴的时候 是受皮卡索的影响 因为皮卡索把报纸把它贴到画上 那我就心里想 中国画都是这种 这种线条 而缺少面 认为西方是面和面的传统 中国是点和线的传统 所以我就想把西方的面 也加入到中国画里面来 结果呢 后来我到这个 美国Universal of Iowa去教书的时候 我就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 叫做Collage 这Collage的这本书 我一看之后 我大大吃惊 为什么 它这个 这个里面就讲 这个立体派在画面上贴纸 是受Matisse的影响 因为Matisse 他年 到年长的时候 他瘫痪了 他不能坐来画画 他就躺在床上兼职 结果他说Matisse 从哪里学来的 是从中国的民间兼职里面学去的 所以说你看 结果到最后 我以为我是从西方学回来的 结果到最后的源头 还是中国 所以说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 作为一个画家 反省的 在这里呢 我还特别再给你们介绍一点 这个中间 你们看到 这黑的线条里面 有一些白的线条 所以在当时 我的这个想法 这个技巧的创新 是创新的一部分 这个材料的开发 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所以当时 我就为了要在中国画里面 加上白线 因为过去的文人画 他们 只有黑点黑线 没有白线 所以因此 我就为了想把白线 把它加到中国画里面来 所以我就发明了一种纸 而这个纸上面 就抄上了一层纸巾 然后呢 画完了之后 把颜色墨画上去之后 它那个纸巾 就把那个墨给挡住了 所以那个纸上面 把那个纸巾一撕掉之后 那个纸的下面 它还是白的 所以这些白线都是 纸巾给挡住的 所以结果后来就很有意思 就是 就发现 这个文人画 过去一再地强调 它们是受了 中国老庄思想的影响很大 所以说 它们开始画协议画 开始画 就越来越不 越来越轻飘 就是画的 比较不那么像 宋朝那种山水画那么厚重 但是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老庄的 哲学思想的中心思想 它们没有发现 它们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老庄的 真正的中心哲学思想 是阴阳二元论 所以它把世界万物 都用阴阳二元来解释 所以包括 比如我们说 男女老少 日夜 或者是日月 日夜 这都是 说是在 清重黑白 说是在 中国化里面 过去是只有黑线没有白线 所以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个加了白线之后 反而 把老庄的阴阳二元论 给表现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 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下面 所以说后来 这个开始 我在 六十年代的时候 一直是鼓吹抽象画 所以你们刚刚看到前面的 都是比较抽象 结果 但是呢 等我看到了 故宫 要运到美国去 在美国 巡会展的那些 绘画的时候 我就看 第一次看到了 范宽的西山行李 就范宽的西山行李 我就 就让我感动了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所以说那种 那种 给我的感动 后来我就 再反省 我一再 过去一再 主张的抽象画 我认为过去 所有的 有行李绘画 都是有说明性质的 都是不纯粹的绘画 我说只有抽象画 才是真正的 找到绘画的本身 是纯粹的绘画 但是我一看到了 范宽的西山行李之后 给我这么大的感动 我就发现 艺术的本质 不一定非要抽象 艺术才能表现 所以说在具象画 里面也可以表现 所以说那个从此以后 我就不再坚持 一定要抽象画 所以说开始 我这个绘画 已经有 有这种 所以已经开始 有这种这个 三头列 这种暗示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是 还是那个六十年代的画 所以现在 下面 我再介绍的 就不是我的画了 只是台湾第一代的 水墨画家 现代水墨画家的作品 所以这个是 叫做冯中瑞 所以这个 他现在人 在美国加州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用 用新的技法 用滚筒 来画的 水墨画 所以你看这个 是一个普新鱼的学生 他是 三百九叩首的 入室弟子 所以他结果后来 也受到 新的绘画的影响 把传统的中国画 慢慢地把它发展出 一种新的形式 所以说这些 你看 你看这个 是用走书法的 跟表帖的这个路子 然后出发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 有书法 在这个现代水墨画的 发展上 最初步的时候 都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是从书法 这个线条走 一种就是从泼墨 的那种云染 来走 所以这些都是从 这个书法 走的画家 走的画家 所以这个就是从 这个宣软的走的画家 所以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 在当时的 台湾的 走这个现代水墨画的 这些画家 所以其实这个你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签名 叫做胡念祖 这个当时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画家 但是他也跟了我们的这个心理思想 然后把它画得比较抽象 不过后来他们又 他后来又又走回头路了 这是这个他没有 因为没有信对 现在水墨画的发展没有信心 所以你看这些也都是 新水墨画的 所以这一位画家 是杭州艺专毕业的 这个吴学让 他那个时候也是画传统国画 但是呢也跟着我们一起 来走这个新的表现方式 所以这个画家更有意思 他是个军人 六十岁退休之后 他开始画画 但是他不灵画 不模仿古人 然后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法画了 结果也画到国际之名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这是一位 这个油画家 也是杭州艺专毕业的 叫徐德进 他后来到法国去开展览 结果呢 这个请了一位法国的评论家 来看他的展览 结果呢 徐德进就希望他能够讲几句 这个画 结果那个批评家就问他 他说你的这个画 他一笔都不对啊 但是他是画油画的 他是在中国学的 所以因此他在中国学的 是跟中国的油画老师学的 所以结果他拿到巴黎去展览 巴黎的那个 那个油画传统多深厚 所以他们的要求多了 就像我们的文人画要求 这个文人的笔墨一样 他们要求的是他们 这个印象派以后的 这个用笔的这个方法 但是呢 徐德进的画展的展览 他说你这个画的一笔都不对 所以徐德进一看在巴黎 他没有办法待下去 所以回到台湾来 回到台湾来之后就开始画水墨画了 他就开始画水墨画了 但是他画的有一点像中国的 那种这个挂的那种 那个浮雕那种形式 或者说他这个 这个也算是水墨画的一种实验 所以说这个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 在1969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太空船 第一次离开地球 拍了地球的照片回来 这就是我们在电视上 在杂志上 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地球照片 所以因为这个地球的照片 所以对我有很大的感受 因为整个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太空时代 所以说我们 大家都相信 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 所以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那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感应 所以说我就 因为这个我就画了一批太空画 所以而且呢 这是我的第一张太空画 画完了之后 就送到美国的一个主流国际美展 结果到那一下子就拿了一个绘画大奖 结果他们的这个 评审委员对我的评 说我是一个最敏感的现代画家 那时候我觉得 哇好开心啊 结果就一下子就画了一批 这个太空画 所以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Live 杂志上面的那个 照片 我就把它剪下来贴到我的画上 是吧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在那个 这个 七十年代初的一些作品 所以这都是走直线的 上下的 然后呢 这个是走横线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我当 我要当年年轻过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我第一张 那个五夜的太阳 画的这个 北欧的那个 五夜的 北极的这个五夜的太阳 所以这边呢 就 又走横线 所以走完直立之后 又走横线 所以 你看看 这些都是 走横线的一些作品 这个作品它一直要想出来 大概希望我要讲一讲它的 这个真实 我这个标题啊 叫做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说说这个 我在过去 在大陆展览的时候 就有批评家 认为我 不关心社会 画的 不是抽象的 就是山水的 就是觉得我不够 这个 关心社会 结果后来我就 把那一位批评我的人 就拉来之后 叫他看这张画 我说你看看我这张画 你那个 那个了不了解 他看了一看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他看了半天 想了半天 他说我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我就是关心 中国的文化 我说 我说你看啊 从左边 到右边 从左边 十九世纪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完美的 非常圆满的 圆满的 我说但是呢 经过了这个二十世纪之后 中国的文化被压成这个扁扁的 我说到了二十一世纪 中国的文化又开始完美 圆满 我说这个是欧洲大陆 这个是美洲大陆 这两个大陆的文化 把我们中国文化挤得二十世纪这样 我说到了二十一世纪 就是中国这个强盛起来之后 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又开始走向它的完美 结果它听了之后 哦 它原来是这样 那你还是很关心这个社会了 所以说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诶 又来了 所以说但是我画了这一段时间的太空画之后 我就觉得后来就觉得好像我想要讲的话已经讲完了 而且也感觉到没什么挑战性了 所以我就开始要从事于心理实验创作 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这些这不是画出来的 这是在水面上脱出来的 这也是脱墨画的一种 是水脱 就是我把墨跟颜色把它倒在水面上 然后用宣纸去吸 因为宣纸是吸水纸 所以它就吸水 它吸水的话 因为这些痕迹是在水的表面 所以它吸上来就是这些痕迹 所以我就把这些痕迹然后来做实验 然后再加上这个表贴 这是咱们中国民间的艺术 所以说但是呢 因为我画了几年之后的太空画啊 所以我画完了之后不晓得怎么样 就觉得不画上一个圆了 好像没画完 所以说是后来我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呀 我后来就对于传统的画家 我就觉得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了解 因为他们画了一辈子的传统画 你叫他不画传统画 那简直等于这个要他的命 所以说我这才画了这个四五年的太空画 结果这个圆就好像丢不掉 他这画到最后他有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 虽然我是心里这个实验 但是每一张都还上面有个圆 你看 所以你看 这都是用水托的方法做的 所以说这些 这些线条 这些线条 你看这个白的线条 这就在水托里面搓出来的 这里是从水托里面搓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你拿笔怎么画 这个里面这些线条 所以说你可以画成抽象的 你也可以画成巨像 所以这也是水托之后画的 在这张画我也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在1984年 这个北京的第六届全国美展 就希望我拿一张画去参加 结果我就拿了这张画 这张画不大 很小的一张画 我就拿去参加 但是没有想到 结果这一张画还给了我一个特别奖 跟我同时得特别奖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李克冉先生 所以你们就想 当时他们 因为我1961年 我被李克冉请到北京去参加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 同时叫我带了两张画 去参加这个他们的成立大会的展览 1981年 对 1981年 所以我就 这两张画拿去之后 一张是比较抽象 一张是比较具象 所以我就想 抽象如果他们不能接受的话 起码还可以给我展出一张 结果没有想到两张都展出来 结果那个大陆的画家 就大家都急到那儿看我的画 就在那儿讨论 中国画怎么还可以这样画 因为当时 1981年的时候 那是大陆的改革开放 没有几年 说那个画家都还是很保守的 结果看到我那个画之后 结果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结果美西的主席江峰先生 就邀请我去开展览 所以我就在1983年的2月 就开始第一次在北京展览 结果北京一展出之后 不得了 看的人多的不得了 而且其他地方的 这些美西的主席啊 什么地方的美西的主席 都来看 结果后来一下子不得了 全国都来邀请我展 说是在这个 三年之内 从1983年 叫84年到85年 这三年里面 就展出了18个城 所以最北的到了这个哈尔滨 最西到了乌鲁木齐 所以整个的都在18个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因为小城市根本没地方展 所以也就对大陆有一定的影响 等一下我再把这个大陆影响的这些作品给大家看 所以这是我在被他们这些学术界肯定的一张画 他 而且他肯定我跟李克冉有同等的定位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都是经过水托之后所创作的一些作品 所以你看这个雪山 这个是用水托的计法做的 你看 你看这个雪山也是用水托的计法做的 所以你看这两个雪山都是用水托的计法做的 但是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是吧 所以你看 但是后来呢 我又开始水托做了一道 做了几年 差不多快十年 我就发现这个水托对我的挑战性也没有了 觉得不过瘾了 所以我就开始誓言新的计法 所以这个是 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质末画 质就是三点水一个责任的责 水质的质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新的计法 所以下面这些画都是用这种计法 所做出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质末画 它可以做出这么样的自然的线条 你知道吧 自然的这个组合 诶 诶 它又不动了 诶 它又不动了 哦 这个 诶 你看 抱歉 所以你就看到 这也是水托的这个质末画做的作品 这个也是 诶 诶 这个也是 字幕画所做的作品 所以这个标题呢 叫做窗外春山窗上雨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很多的窗子上面的雨点 所以这整个的一个感觉是一个窗子 所以这比较抽象 但是也有点写实 所以是在抽象与写实之间 创作的 好了 下面呢 这就是在台湾第二期的 这个《现代水末画家》的作品 所以说这些 Caribbean 这奇怪 它不停 这些怪吧 哎 这是我们这个 台湾南部的一位 很有名的画家 咔根森他们的 他的作品 这个就是我们 这就是你的吧 这就是我们左边 这个李正民 李教授 李院长 他的作品 所以看这些都是 在这个实验中 所以这也有的画得非常细 非常写实的 所以这些都是 比较年轻的台湾的画家 现在水墨画的作品 所以也有用装置来作例 所以也有用数位作例 但是他们这个作例 都不是受到西方的影响 但是消化了之后 再把它出来 所以这也是 所以这一个呢 是在美国的 中国画家的作品 这是一个女画家 叫 珍佑和 后来现在她回到北京去定居了 她又不走了 这个是一个陈启宽 也是在美国的画家画的这个 所以这个是王极谦 已经这两位都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画家 叫赵春祥 这是我们师大的以前的老师 他本来是画油画的 后来最后画水墨画 这个是赵吴吉 赵吴吉大家都知道他是画油画的 结果到后来他也画水墨画的 这个也是赵吴吉 说这是朱德群 朱德群你们也知道他是画油画的 但是后来他也画水墨画 都觉得这个水墨这个材料 还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所以这也是朱德群的 说这个是韩国的 说是说是这个 我们台湾创造了这个新的水墨画之后 最早受台湾影响的就是韩国 说这些都是韩国的画家的作品 这都是韩国这个水墨画 现代水墨画家的作品 说他们也有这个照相写实主义的影响之下 画得非常写实的 说这是日本的 所以说这是日本他们受了这个 这是日本的 他们最早因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他们就要过去在维新之前 都是画了所谓的南画 就是中国的南派的维画 他们到现在还有南画院 但是明治维新的时候 他们就要脱离中国的影响 他们要创造他们个人自己的日本的维画 所以因此他们就创造了所谓的大和民族的维画 这是他们的 是想从中国的这个工碑画里面脱胎出来 所以他们也受了西方这个写生的影响 结果就画出最重要的有点西方式的水墨画 所以这都是他们的这个大师的作品 所以这也开始他们就开始有点这个走新的路子了 所以这都是日本画家的作品 这是香港的 后来香港也受到这个现在水墨画的这个影响 所以他们画了一些这个跟传统不同的这个水墨画 所以这一张作品就是我右边的这位李教授 这是他在这个香港的时候的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用了一些这个脱这个脱脱的技法 这都是这些石头都是用脱脱的技法脱出来的 所以他的那个感觉要比文人画那个笔墨要好得多 要自然的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用这个新的水墨的技法 也可以画出来非常写实的这个作品 所以这是一个女画家 她画的这个海浪就非常写实 这个跟传统的文人画的画海浪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用了这个水托的技法做出来的 所以这都是香港的画家 像这种 这个画家也很有意思 他这张画叫做Save Our Air 就是环保的意思 所以说他这个里面就这个雪山 你看这个白白的雪上面都有一层灰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所以这些都是香港的 这都是香港的画家的作品 这个画家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在西方已经非常有名 你知道吧 这个他那个代理他那个叫什么 在英国的一个画商叫乐山堂 就代理他的画 结果在全世界都卖得非常好 但是因为大概因为太用功的关系 结果后来得了肝癌去世了 年纪很轻 所以这些都是香港的画家的作品 好了 这就是新加坡的了 对吧 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吧 对了 对了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加坡的画家 也充实于新的水墨画的研究跟发展 所以这些都是新加坡的画家的作品 所以这些画家也许你们都记得了他们的名字 所以这些画家也许你们都记得了他们的名字 这位画家 这个我们在台湾还办过展览 那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画家了 所以马来西亚的画家也在从事于新的水墨画的这个创新 说这个是大陆的画家了 当我在没有进到大陆之前 大陆的绘画 中国画 就是这样的 都是为政治做宣传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画的真好 你要按照 站在这个传统画家的那个立场来看 画的真好 是吧 但是你看这都是 为这个共产党做宣传的这些画 所以但是等到我进去了之后 开始传播我的思想 结果就开始有这种脱墨画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墙壁 这个上面完全是脱出来的 你看 完全是脱墨画脱出来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都把人物画 就开始跟传统的人物画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这 大陆 因为过去都是为了画宣传画 所以大家都会画人物画 画人物画的人非常之多 所以他们也就开始用脱墨 所以他们也就开始用脱墨 这个就是 这些计法都是用脱墨方法来画的 就不是用笔画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都是 这是后来 后来我去做宣扬的时候 所影响下的作品 所以这些作品都叫实验水墨 他们为什么叫实验水墨呢 这是我的一个理论 我说画家的画史 不是制造绘画的工厂 它是实验室 我说为什么它叫实验室 我说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人类的文化史 是两类人创造出来的 这个物质文明是科学家 精神文明是艺术家 当然艺术家包括音乐家 包括文学家是广义的 我说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 他实际上要先有一种想法 先有一种idea 然后他再去做实验 来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如果这个实验做出来 果然是他想象的那样 他就有所发明 他有所发明才是科学家 没有发明就不是科学家 所以没有发明的 最多在大学里做个教授 是吧 教个物理教个化学 我说画家一样 画家这个一定要先有一种想法 先有一种感受 而且还要有强烈的表现欲 要把它的想法把它的感受 把它落实在画面上 但是你的心的想法 但是你的心的想法 心的感受 用传统的技法表现不出来 怎么办 做实验 实验新的技法 实验新的材质 所以说实验 才能够有所创造 所以你创造了心理技法 创造了心理风格 你才是画家 你没有创造 你是什么画家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过去我在北京 这个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演讲的时候 我后来的这个北京的报纸 就说我在北京丢了一个重磅的沙滩 为什么 我就说传统的画家都是助手 为什么 我说这个科学家 他要想做实验 但是他没有时间 他就叫他的助手来做 你第一步怎么做 第二步怎么做 第三步怎么做 最后你把结果拿来给我看 所以你们想想看 那一个助手 知不知道为什么 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做出来的结果 他知不知道为什么 全部不知道 全部不知道 画家 传统的画家 古人怎么画 他怎么画 老师叫他怎么画 他怎么画 为什么这样画 不知道 画出来的结果知不知道 是不是他需要的 他也不知道 他根本没有需要 所以说 所以说他画出的那些画 所以说他画出的那些画 就等于科学家的助手 在做的事情 所以说 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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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 创造了 匹马村 匹马村 不知道 他只是用匹马村 古人创造了 腹匹村 为什么 不知道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创造者 希望 要表现一种形式 他用的 他创造的 技法 但是你后来的人 来用这个技法 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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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里讲 传统的画家 就等于科学家的助手 好了 这一下子不要紧 这个 把大陆的传统画家 就一概的得罪了 所以一杆子 把他们都打垮了 知道吧 所以说 说说说说说 这个 这些 都是 实验所 水墨画家 就是因为 我讲 画史是实验石 所以因此就出来了 一批实验画家 所以说后来在 这个 2000年的时候 在这个 广 东 美术院 广东 广东 广东美术馆 就举办了一个 试验水墨 20年 他们是从 80年 到 2000年 这个20年 结果他们 那个 车展人 还要求我 参加 但是要求我 拿的画 是要从 60年 到 80年的画 所以换句话说 我比他们早 20年 说他们 都是受我的影响 而发展出来的 所以因此 这个 实验水墨 这个展览 就 完全 说明 他们这些 实验水墨画家 都是受我的影响 所以这些 都是实验水墨 早期的实验水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也是用水墨 也是用水墨 做的 你懂 不过他这个 这个地方呢 他还画了一些骆驼 你懂 这就是他 这个 这个 他那个 传统的那个 把他加到这个里面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是周少华先生 是一个 南方的 一个现代画家 他这个 在大陆现在 非常有名 这个 一度有人讲 是南州 北乌 北边就是乌关中 南边就是周少华 所以周少华 这是周少华的 作品 所以这是 吴关中的作品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 都是 他们的 这个不同的画家的 这些 实验的作品 所以因为我 这个恐怕讲太久了 所以我就快点了 所以你看 这些都是 大陆的画家 你看 他们画的 这个 工笔画 能够画出这种样的 作品来 所以这是 这个 有一点那种 超现实的 这种 这个水墨画 你看 它又不动了 所以这个是 西藏的画家 所以这里我还收了 几张西藏画家作品 这都是西藏画家 他又把那个 这种宗教的那种 有一种感受 把它画进去 把它画进去 这个就是 这个我去了 西藏之后 所创造的一系列的 这个雪山 所以 这个 这一次你们 如果去到 摩卡去看过 我的展览里面 就有很多 雪山 所以这张画是 这个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所以都是 你看 都是 这个 在画的 这个夜晚的雪山 所以你看 这个当时啊 这个画油画的画家 就说 中国画不能画大画 它们油画家 可以画大画 结果你们可以看看 这张画 有多大 所以你看呢 这一层楼 两层楼 三层楼 四层楼 五层楼 这下面六层楼 这个墙面 是六层楼的一个墙面 画的这 画本身有 将近二十米 十九米多 所以这个 这个 就够大了吧 诶 没了 哦 这个就是我去 韭菜沟之后 画了一些 韭菜沟的作品 诶 有没有 哦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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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香港的一些画家 现在一些 年轻的画家的作品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 这个是一个东北的一个画家 这个画的 这个都是 都是 都是因为我画了白线之后 就有很多画家也开始画白线 把白线加入到中国画里面来 诶 诶 这奇怪 所以 所以你看这 这都是这个新的年轻画家的作品 哦 哦 这个 这些都是 都是年轻的作品 而且他们也都 开始画了一些白线在画里面 所以现在 在大陆 这个山东美术馆一个 举办了一个 五个美术馆的一个巡会展 就是 这个巡会展的名字叫做白线的张力 所以这些 在中国画里面 开始加入白线的这些画家 都在那个展览里面 嗯 这个画家 是个大陆的画家 嗯 这个画家 这个 这个画家已经过世了 这个我 他比我年纪大很多 是个是一个 南京的画家 他这个忽然间我又想不起他名字 嗯 哦 宋文志 叫宋文志 说他是画传统国画画得非常好的 但是结果因为 我去展览之后 他也开始 用这个新的技法 所以你看他这个技法 也是完全新技法 不过这个 这是最可惜的是 他因为年纪已经很大 结果没有多久他已经过世 但是我相当地佩服他 他画了一辈子的那个传统国画 居然他也开始 试验新的技法 所以我 对他非常地佩服 所以我现在最后我再介绍一些 西方人又在偷我们中国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晓得 我们中国画有泼墨化 这个在油画 过去用油画是没办法泼的 所以我曾经用油画是拿松解油去冲 冲不出这个泼墨化的计划 那种泼墨化的那种感受 但是呢 这个阿库瑞克发明之后 说他们的画家就用水调 这个颜色之后就开始泼 就把中国的泼墨化 开始用到他们西洋画里面去 你看看 这都是他们的泼墨化 而且都还是蛮有名的大画家 这是他们的泼墨化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泼的还不但是泼的 它还有有线条呢 你看 说是 所以你看 这是西洋人画的水墨画 所以你看看 他们也就开始 把我们的水墨画也 也拉到他们的这个里面 所以说你看 这个也是他们 这个美国画家的水墨画 所以你可以看看 这是美国人画的 所以说你看看 像不像中国画 像不像中国画家画的 他们也在开始 把中国的这个优点拿去 所以这个 是我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我在巴黎看一个展览 上面拍的 所以 他这个里面 这些我后来仔细看了之后 全部是我们戒指缘画谱里面的笔法 结果他把我们戒指缘画谱里面的笔法 都画在他们的画上 所以说这个真是把我们中国画家 我们这个东方的这个水墨画家 如果再不努力把这个水墨画往前推展 我们的画都被人家给拿走了 都被他们弄成他们的传统 我们倒反而没落了 这回不去了 糟糕回不去了 这 这个最后一张 你看看能不能出来 好 对好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东方的这些国家 都开始富起来了 这个慢慢的 都富强 慢慢的这个 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国际上的注意 所以因此 都开始注意你的文化 所以因此 我们的水墨画的创新 也受到西方人的注意 所以说 前一阵子 这个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举办了一个 东方现代水墨画的展览 所以说 但是呢 那个展览 还是站在中国 东方的立场 来办的展览 所以说 现在我们都看到 整个的现代水墨画 受到市场的欢迎 而且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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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开始办 现代水墨画的 专场破卖 那这说明了什么 就说明了 现代水墨画已经受到 社会的 这个 青睞 受到社会的承认 受到社会的收藏 也就在这种样的 东方的这个水墨画 开始起来 而变成一个 很有 很受注意的新传统的时候 结果美国人又开始来了 所以美国人在大英 不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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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 办了一个 是 《Chanless Inc.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所以结果呢 他们选的 所有的画家 都是站在他们美国人的立场来选的 而把 装置观念作为他们选画的一个目标 所以所有的画都是西方的思想 来把水墨当成一个材料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封面 这是他画册的封面 他就把一个一个画家 他把一个黄人脸上写字 一直写到最后 把他变成黑人 所以说这个 是他们西方的装置艺术 然后把水墨 拉到他们的装置艺术里去 是变成他们的传统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 我们这个东方水墨画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脉络 这个传统的延续下来的 这种样的水墨画 他就不要 他就要就像 他这个就像当年的抽象表现派 把中国的书法拿过去一样 所以他现在把水墨拿过去 他希望变成他们的传统 等于通化了你这个东方的水墨画 就把东方的水墨画 变成他们的了 所以说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东方的画家 应该有一个警惕 应该好好地 把我们东方的水墨画 再往前推展 再把它发扬光大 这才是我们东方画家的责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表演 刘老师 刘老师 今天已经八十多岁高龄 而且呢 仍旧是精力充沛地到各处演说 传授 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艺术家 特别是年轻一代 大家都投入到当代水墨画的实验 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 走出各自发展的道路 可见刘老师的用心良苦 所以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再次用热烈掌声表达我们的真诚感谢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请一位贵宾来给我们演讲 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我们介绍 他当前的学术界是怎样评论刘老师的艺术的 所以我们下面有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院长教授李正明为我们呈现他的演讲 各位好 今天下午我想跟大家分享报告的是 为什么是刘国松 为什么现代水墨之父 目前在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 大家有志一同 当谈到现代水墨的时候 所抽样的这些当代水墨的发展当中 一直称呼刘国松老师为现代水墨之父 为什么会是从台湾这一块土地 孕育成长的刘国松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刘国松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要隔笔的命 隔中锋的命 然后也开创了所谓的现代水墨 刘国松曾经提过 我的信仰就是要将中国的绘画 从模仿的停滞起死回生 要把中国的绘画拉到现代等等 他希望说 传统的这个水墨 一直所强调的这个笔墨呢 能够有一种崭新的一个诠释 比如说他曾经提过 笔就是点和线 墨就是色和面 春就是基礼 因为在那个年代 他希望说 让他的这个改革的道路 能够更加有利 所以他用一种 比较激进的一个方式 来做改革 当台湾 从日本统治50年之后 回到了中国人的怀抱之后 在中国大陆 国民党政府 七年抗战 对日本抗战 最后胜利了 台湾回归中国 可是在国民党政府 在中国大陆最后 由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 取得了中国的统治权 从此 中国人 一个中华民国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一批很精彩的华人 从中国大陆来到了台湾 大概是在1949年的前后 当时刘国松跟着国民党政府 到了台湾 当时他们认为说 要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复兴的基地 所以所谓的渡海三大家 大家精彩的大陆的学末画家 包括刚刚也提过的 浦欣宜、张大千、黄金碧 都到了台湾过 那也曾经都在我任职的 台湾师范大学任过教 那张大千在短时间就离开了 后来渡海三大家当中的浦欣宜 跟黄金碧都在这个学校 后来当我回到这个学校任教 当系主任的时候 我跟校长报告 如果当系演完了 我们才发现说 这部系是在我们这个学校开始演的 这个男主角是刘国松 那我们并没有让刘国松 取得一个应该给予的地位 我想我们这些后来的 在学校里面的这些老师 或者当政者 应该对历史是会有所亏欠的 所以那个时候由美式系签报上去 那现在目前刘国松老师 是我们系上的讲座教授 那在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华人世界里面 当提到所谓现代水墨的时候 一再的肯定 那我们接下来再透过一些画面 来了解一下他当时的一些作为 好 这个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从32年在中国大陆出生 然后后来到了台湾 然后他一直活动在中港台之间 跟当时在台湾成长的一些艺术家 后来可能到了巴黎 到了纽约不一样 他一直在 虽然说他从师大毕业之后 本来应该会大部分的 当时的我们的校友 都留在师大任教 但是他后来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 也就近到中国大陆不断的 从事现代水墨的一个宣扬 刘国松当时认为说 在民国之后呢 文化这些系统 可能已经慢慢跟时代难以配合了 所以他希望说提出不同的方式 这个案件真的会跳得比较快 台湾话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俗语 叫做番俗不怕落土烂 只求置业代代船 那个是台语 就是Hokkenway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在这块土地里面 或许大家都很困顿地成长 可是就好像地瓜 番薯一样 在困顿的一个环境 最后他会自己找到生命的出口 然后自己蔓延成长 或者说曾经从东南亚所引进的 所谓的无锅鱼 一个线无的一个线锅的 从东南亚把这个鱼引进到台湾 最后台湾现在把它发展成所谓的台湾雕 行销全世界 那这些可能原来都不是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 原有的东西 比如说番薯也不是 它本来是在南美洲 这个无锅鱼本来是在东南亚引进的 可是最后透过台湾这块土地的孕育呢 也让它发光发热 少年的刘国松因为战乱的原因 所以他到了台湾 那先读台十大附中台十大 所以他的成长其实一直都是在台湾 那等到他毕业了以后 曾经在台湾短期的教学之后呢 就到了香港 同时呢在香港发展所谓的现代水墨 到了香港之后呢 他也最先开创了所谓现代水墨化的一个课程 那同时也当了艺术系的这个系主任 那在当时呢在两岸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流通的时候呢 他就近从香港到了中国大陆去先养他的现代水墨的概念 所以除了现代水墨之父的称呼之外呢 也有提到所谓的他像是一个现代水墨的传教士一样 可是呢一直到了1992年 他觉得台湾是他成长的一块土地 所以他又从香港中文大学办了退休之后呢 又回到了台湾来 那在台湾也不断的希望说 把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重新在这一块他成长的这个土地呢 来做一种推动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 不管是在台湾在2008年的时候呢 由中华民国政府颁给他国家文艺奖 在2011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文化部呢 也颁给他了一个所谓的第一届的 第一届的中华艺文奖 中生成就奖等等的一些奖项 同时我们也相信 艺术呢他必须植根于生养的这个土地 那台湾这一块土地 或许提供他的一个不错的养分 来做发展 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型的地域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 他在吸纳外来的资讯的时候 是相对的比较快 同时呢 因为在国民党政府 把中国大陆当时的一批精英分子呢 也跟着这个政府的这个军队呢 到了台湾来 所以在那一段时期里面 确实很多的华人精英聚集到这块土地上 刘国松当他在念师大的时候 他一刚开始跟着这些水墨的老师 一起来挑战 受到50年殖民影响的 所谓的日本化 东洋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可是当日本化东洋化 已经不再是 像以前被统治50年的 那一段时间的情况的时候 刘国松又再一次的站出来说 为什么他的这些老师辈们 从中国大陆引进的所谓的这个水墨画 还只是一直保持著 所谓的传统的这样的画风 没有办法去跟上 这种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 去开创出既有现代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水墨画 所以他跟着原来的水墨的老师 一起去挑战的日本的 所谓的日本画之后 后来他同样的又在批判 他的这些老师辈们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往前走 所以说在那一段时间 在我这里提到的 虽然天翻不了风云也变了色 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 跟着当时台师大的一批校友 一起开创的所谓的五业画会 目前也是在华人世界 在探讨所谓的 现代水墨发展当中 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 同时他在香港的那一段期间 因为基于地利之变 所以中港台地区的一些 现代水墨的这个活动 也常常由他带领之下 起着一种大家相互切磋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 所以从台湾发起的 现代水墨风潮 再到了香港 再到了大陆 后来称呼为所谓的 实验水墨的 这样的一种创新的一个作风 在这个半个世纪以来 事实上这种带着实验性 强调现代化的创新的水墨 确实是华人水墨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 虽然他在之前未必是主流 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未来 应该会成为主流 好 这是传统对于所谓的书法性 中锋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坚持 是不是在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说法 就好像刘国松老师所提的 隔笔的命 隔中锋的命 或者说是吴冠中所提的笔墨等于0 就是希望说水墨 是不是可以摆脱传统的一些束缚 往前走 可是并不会因为 为了要摆脱传统的这些所谓的中锋的笔墨的坚持 就把这个放弃掉 就好像刚刚刘国松老师在 谈到他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最初事实上是画油画的 因为在早期在师大的时候 认为说画师大的这些年轻的学生 是比较新时代的 后来呢 据他的一个说法 因为跟着一群建筑圈的一些建筑系的一些朋友 大家一起谈到材料有它不可取代性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 比如说当时很多西方的建筑学者回到了台湾 在修复所谓的木结构建筑的时候 就认为说这些骨鸡老是歪在那里 我们应该用钢筋水泥去把它撑住 要不然它会倒 可是它歪在那里 已经歪了几十年没有倒 等到把钢筋水泥把它撑住的时候 隔了一年果然倒了 因为木结构的建筑它的力量 它借着一些没有钉子的一种软性的一个结构 让它可以即使是歪在那里 它便没有倒 可是跟着西方这种钢筋水泥式的 这种硬式的结构 一旦直接做结合的时候 事实上是会产生它一种结合上面的一个矛盾现象 所以最后它也再一次的回到了用水泥这样的一个材质 来开拓未来的一个可能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中国大陆 一个刘国松 隔笔的命 一个吴冠宗的笔墨的等于零 那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一刚开始中国大陆是相对的比较保守 所以当台湾当香港在1960年代就开始了这些现代水泥运动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结构体制之下 它还是强调艺术是为了工农兵服务 是为了社会而服务的 所以这些抽象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表现 事实上是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是容不下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确实 港台是找中国大陆一步去拓展所谓的现代水泥的更多的这个可能 好 这个刚刚刘老师也提过的 我们就跳过 在历史上 事实上即使是文文化家 他们也试着从一些长画的这个创作当中去吸纳更多的可能 所以包括石刻的二组条心图 或者说苏东坡的枯木竹石图 或者是米符的这个比较图当中 我们都看到当时也在尝试的新的可能 不过后来因为文人取得了一个社会的主要的一个发言权 所以强调所谓的书法的书写性的这样的一个笔墨呢 变成是一种一言堂 我们看刘国松 在当时 当时无非是希望让慢慢的已经失掉了这个活力的这个传统水墨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更多的可能 同时呢 当代艺术里面强调所谓的个性 强调所谓的独特性 识别性的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也因为这样 让这种希望去开发出自己更有个人风格 识别度的这样的一种创作语会 语会有更多的一个发展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吴冠宗的这个色点线条 或者说刘国松的这种抽屈波皮村的这种创作的这个方式 似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在尝试新的可能 那刚刚我们也说过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或许刘国松是更早去做了这件事情 刘国松从台湾出发的这个现代水墨 事实上他的所谓的革命只是为了要反叛传统 那这个反叛传统呢 事实上呢并不是只是把墙推倒了 而是希望去创建一个更新的一个传统 在刘国松诸多的这些创作的类型当中 比如说从早期的这些实验 或者说到后来的这些水拓字墨的等等的这个创作当中 我想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的呢 应该是在所谓的非白的大笔触创作之后 抽掉纸张上面的这个纸巾 所形成的一种所谓的他自己取名叫做抽筋剥皮村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事实上这样的纸 我们在当代的美术史里面 也特别把这种纸称呼就叫做刘国松诸 因为当他师大毕业不久了之后 希望说回归到所谓的宣纸末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的宣纸棉纸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所以他当时在一个尝试实验的过程当中 在当时还年轻 经济状况并没有那么优渥的时候 他自己到职场去定做的这种纸 就叫做刘国松纸 就是在原来的棉纸里面 撒入更多的一些纸巾 当他用这些刷子刷过了大笔的非白之后 再利用剥掉的一个方式 把纸巾抽掉 形成所谓的白线的张力 所以在这里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事实上为现代水墨 开拓了另外的一种新的领域 也就是当水墨强调所谓的线条的雄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在原来的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 所谓的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 八卦画万千的最初的阶段的时候 应该会有所谓的阴跟阳 那原来传统的水墨里面所强调的 大概属于阳的黑色的加上去的线条 它这种反白的 然后是减法的抽搐的这样的一个线条 事实上为现代水墨的发展 事实上是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 也就是说假设原来只有一条路 它现在并不是只是去否定这一条路 它是希望说除了原来的这条路 难道我们不可以再开出另外一条路来走吗 接下来它又带动了这些年轻世代的 除了它自己早期开拓出来的这一条 所谓抽筋剥皮村的这一条道路之外 它自己也以身作折 又不断的去开发一些新的表现方式 也因为这样 所以激荡出更多的一个发展可能 我记得它在1992年刚回到台湾 从香港再一次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家里面 我那个时候才学校刚毕业不久 接到他的电话 说你这个年轻人 我从一些资料上面看到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为现代水墨而努力 当时我想说这刘古松不是都是 我们教科书上面的 告诉我们的这个前辈吗 他怎么会自己打电话给我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那一段时间里面 很多的这些年轻人 这真的就都接到他自己打来 家里面的电话 约着大家说 我们是不是在一起来为这个努力 所以这个所谓的 现代水墨的传教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确实也让现代水墨在进入21世纪里面 形成我们未来无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能力 这是他的作品的一些做法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除了从既有的这种抽筋薄皮村的颜色当中 那我们看到的对于色彩的这些应用 确实也相当的大胆 虽然说他在年轻的时候 批判了当时的所谓的日本化 东央化 可是我想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这些文化背景 这些这个创作的这个奄缘 事实上也点点滴滴 在刘国松的这个成长背景当中 所谓的那百川成大海 那我们看到他在一些色彩的运用上面 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当时所谓的这个日本的 受到中国领兰化派的影响之后 对于色彩的这个运用的更加的大胆的去做表现的这个部分 那对于这种比较狂野的这个线条 事实上在清末 开始进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水墨发展当中 台湾事实上也选择了 是比较狂野草莽气息的这样的一种水墨化 那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面孕育的这个可能性 是不是也在刘国松的这个成长当中 变成它一个重要的一个养分呢 也就是说 台湾的水墨化 虽然它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 尤其是广东 福建 南方的这个部分 那也因为当时到台湾来的这个先民呢 是带着比较潮茫的 狂野的这样的一个气息 所以在台湾的水墨化当中呢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刘国松的这个作品 我们在后来看到它这种所谓的这个抽筋剥皮村 除了跟原来的所谓的长话这个传统 或者说像十克二祖条心土 这种比较狂放的这样的一个用笔的创作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跟这一块土地 台湾在这一块土地当中 比如说我们知道 后来活跃在当时的台南 就南台湾的庄建夫跟林曹英的一些作品当中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同时呢 因为台湾文化是一个 便宜的 杂柔的 跳街的 混搭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在这当中 我们也发现这种海洋的一个特质 吸纳多元的外来文化 融合为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养分 然后也激荡出他的一些更加宽广浑厚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这个就是台湾早期的在南台湾的一些画家的创作 虽然还是传统的文人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可是呢 事实上似乎也跟在广东 福建的这些 这个扬州八怪的一些画家里面 所强调的比较狂野的这样的一种用笔的隐隐相接 好 最后我做个小小的结论 人烈艺术的一个文化 随着文明的一个发展 我们发现它似乎从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 再到西欧 再到美国 似乎一路由东向西在发展 在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晓得因为美国的崛起 它取代了这个巴黎 让纽约成为地球上面 艺术文化的一个发展的重镇 现在进入了21世纪的 那如果照着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一个发展 我们似乎会发现 那过了美国之后 再跨过太平洋 似乎会到了亚洲地区来 当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时候 大家一直很担心 它到底是为这个地球造成的幸福 还是祸害 因为上一次的防火 就是蒙古大军一路杀到欧洲去的 那个噩梦的这个经验 让西方人还在恐慌着 所以当中国大陆崛起的时候 他们不断的一直在强调 他们是一种和平崛起 他们希望软实力可以 让未来的这个地球村 让大家可以过得更加的幸福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可能之下 我们预期在21世纪中叶以前 这个水墨艺术 是不是也很有可能 会因为整个华人的一个崛起 不管是在亚洲地区的中国大陆 或者甚至到东南亚地区的 这些华人文化的一个不断发展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之下 让21世纪的这个水墨艺术 变成是地球上面的一个主导性的 一个艺术的一个发展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可能 是相当可以预期的 因为美国这个才只有几百年的 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当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也一再地要拿出 美国的所谓的艺术文化的一个特色 他们不断地行销 所谓的美式的价值 我想当21世纪 在继续接下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水墨艺术的发展 尤其是现代水墨的一个发展 应该它会有不断地在扩大它影响力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刘国松坚持一辈子的现代水墨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向 将会带着指标性的意义 引领出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这是今天我跟大家所做的分享 谢谢 非常感谢李正明教授的精彩演说 那么为了更好地了解刘国松教授的艺术 我们欢迎大家到摩喀新加坡当代美术馆 来参观刘老师这一次特意为东南亚的 大家呈现一场盛大的绘画大展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刘老师以前无论到任何地方展出 都只是30件以内的作品 而这一次我们却能够引进来近百幅作品 在这边参观 供大家尽情的享受 而且亲自体验刘老师的艺术风格 及他的创作技法 希望大家来参观 另外 这个展览将展览至3月1号 还有刘老师还将在Art Stage 来呈现第二次讲座 这个讲座的时间是1月24日下午1点钟 希望大家再一次聆听刘老师的教诲 那么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而且要再一次感谢在座的所有嘉宾 和先生女士们 你们能够来到这地方 听刘老师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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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